把1500度的岩浆倒入神秘坑洞 会发生什么呢 今天外国小哥偶然在地里发现了一个圆形坑洞 之后从家里搬来岩浆熔炉 接着在楼里放入一些铜丝等东西 将其加热至1500度 没过多久加热完毕 岩浆生成 将全部岩浆倒入生动中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反应 只见动力奇异无比 好似一座真正的小型火山 等冷却完毕后 小哥迫不及待的想挖出里面的东西 只见地里还有热气存在 没过一回首先便出现了一个圆柱体 应该是岩浆形成的 那圆柱下面会是什么呢 小哥用手摇了几下 用力拔了出来 只见岩浆形成的形状 居然好像一把斧头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黑药斧吗 将其外面的泥土去除 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拍摄了斧斧头的锋利程度 还不错